帅不帅 帅 我可以跟你一个拥抱吗 不好意思 我作为主持人就是有这样的优待 王一波先跟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王一波 想问一下一波 你平常有直播吗 会直播吗 我单独的直播次数还挺少的 之前有跟队员们一起直播过 你直播的时候都会跟你一些粉丝聊什么呀 那一次第一次是我第一次直播 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 就不知道该干嘛 然后就聊天吧 是不是直播的时候都是让你的粉丝来找话题 基本上他们都问然后我来回答 对因为之前在晚上我看过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小故事非常有趣 说王一波直播的时候 隔五分钟就跟那个粉丝说 快找点话题我们来聊一下 然后那个粉丝就说 你就不用那个什么聊天了 你只要美美的当一个美男子 然后我们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就行了 然后送五十分钟就过去了 大家就要静静的看着你 上次差不多是这样吧应该 好那你平常除了做直播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吗 我爱打游戏啊 然后爱骑摩托车 你还爱骑摩托车 那你平常在哪里骑摩托车 我会去赛道上骑 好厉害啊就是专业级的那种选手 也不算专业级就是爱好业余 平常会打一些什么游戏啊 很多游戏 基本上都玩 好以后粉丝记住了 可以跟王一博一起来玩游戏 好不好 好因为呢我们就是 很多我们平台上的主播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像你一样 然后今后呢也可以成为一颗 闪闪发亮的星星 所以此此刻想问一下你 可不可以跟我们平台上一些很优秀的主播 一些有潜力的主播一些 建议或者一些鼓励 他们非常需要 我本来就不是做直播跟主播这个专业的 我也不知道该给什么建议 但是我觉得 要多有意思一些 多 就不能让时间停住 好 就充分利用时间 然后不要让整个气氛淡上去吧 我觉得 就整个节目或者是 自己说的话 要多有意思 多有意思就好了 好 不要像我一样 好 这样 得音